近日,香港警方表示,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,修例风波中,警方共拘捕约9000人,其中超过4成是学生。 针对香港年轻人犯罪率升高的现状,香港退休裁判官大律师黄汝荣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,案底的记录是不会消失的,年轻人误以绅士法。 黄汝荣表示,现在香港部分年轻人已经不怕法律,也不怕警察,见到警察就要叫嚣。 近期,法院已经开始审判在修例风波中拘捕的非法示威者,那些在法院被审判的年轻人表现是轻松的,有的甚至是轻挑的。 这些现象的出现也和法官在裁判时对年轻人轻判有关。 在教育方面,有年轻人受到一些反对派的煽动,觉得有案底的人生更精彩。 黄汝荣语重心长地解释道,这些人有错误的认知,认为香港的罪犯自信条例可以有消除案底的功能。 他强调,有了案底是不会消失的。 简单来说,就是当一个罪犯被判有罪,那他那个案底是留有终生的。 例如,就会影响他将来移民的。 因为,如果你移民去外国,就必须要向香港的警察部申请一份良民证。 而香港警察部是不会发出这份良民证的,如果某一个人士有案底的话。 所以,说到案底会不会令人生更精彩呢?我自己当然不同意。 黄汝荣表示,当法官判决一个案件时,主要希望达到四个目的。 一,是预防罪案的发生。二,是惩罚罪犯,罪犯需要负责其罪责。三,是给罪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四,是对其他人有警示作用。 但是这些给年轻人轻判的法官,美其名曰是给年轻人机会,但实质上是在英雄化,美化年轻人的犯罪行为。 所以在司法的层面,警示的作用未达到效果。他谈到,未来香港社会应加强培养年轻人的法律意识。他认为,社会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法律意识培养同样重要。 年轻人的守法及爱国意识应该要从小开始,从幼儿园开始培养。 我们必须要由得慾和培养他们的情怀这个方面着手, 而且要尽快做,还有要大刀阔阔地做。 培养年轻人的守法意识,就总是由根做起的。 就是我们必须要播种,播一些对年轻人培养他们得慾的种子, 培养他们爱社会 爱国家的种子 5月 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有关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黄如荣称 涉港国安立法对香港来说 是一个大好消息 将令社会回归稳定 令司法审判有法可依 港区国安法能够尽快在香港实行 我相信是能够满足到绝大部分市民的期望 这个真是九汉冯金老 他们都是很支持 还有期待国安法在香港实施 这件事越快越好 还有我觉得国安法里面的条文 宁愿嫌不要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